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我们进来看夏天开的蝴蝶兰之一 夏天其实没有什么兰花开 那这个兰花呢 是产在菲律宾 台湾都有 台湾就产在兰羽的地方 小兰羽的地方 不过小兰羽的族群可能 应该是岌岌可回或接近灭绝的程度 那这几棵呢 是不是台湾的 搞不太清楚 因为每一棵有时候买的时候 它都说台湾的 其实不可考 那这是我朋友的蝴蝶兰 这个称为EQ 我们称为鸡蝴蝶兰系列 那这一棵鸡蝴蝶兰是比较红的系列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 它的花瓣的地方比较红 它的唇瓣的地方比较红 那它的花形比较惨 比较有那种野生的特性 就是爷爷的感觉 那一次EQ呢 它有很多的产地 然后有很多的颜色 今年呢 比较少看到特殊的EQ 往年其实都会看到蓝色的EQ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EQ 不过在今年呢 其实比较少看到 你看它这个开花性非常的好 一梗枝条上来有1234 4个左右的花芽出来 所以它理论上一梗就可以开 非常非常多的花 那这个EQ其实它的配色已经算不错了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后面还有一颗也有开 那颗的配色我觉得也很漂亮 两颗都是属于我觉得蛮漂亮的形态的EQ 有些EQ它颜色没有那么的鲜艳 真的跟个体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我那边也有一颗蓝色的EQ准备要开了 那过两天如果还有开的时候 再介绍给大家看 今年真的蓝色的不是很常见 不像往年 前两年的时候蓝色的EQ还蛮多的 今年就突然变少了 好 我们来看另外一颗 这是另外一颗 你们觉得很像对不对 不过这颗更艳的一些些 实际上在眼睛看起来它颜色更好看 那这颗差点死掉 这颗是我朋友号称小蓝羽的EQ 号称 那当然这种都不可考了 实际上你去看那个有一个兰花猎人 里面在孤联松保育中心里头 有一颗那个小蓝羽的EQ 其实它颜色跟这个颜色也长不一样 所以到底是不是其实很难讲 那不知道反正至少是一颗漂亮的EQ 因为在市场上其实很多EQ都经过的交配 然后经过存化 经过选种 所以出来以后呢 它到底是不是原种的那个EQ 这也很难讲 不过EQ就有这个特性 你看它的尖端会一直开花 然后它的花梗会越开越长 那特别呢 它很喜欢长高牙 那基本上 EQ很容易在它的侧牙地方长出新的高牙出来 长出一些小苗出来 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那因为它这个特色呢 所以其实很多 你会发现市场上有很多人在卖那个高牙苗 高牙苗 就是从它高牙上取下来的小苗 那它的开花特性跟妈妈 就是我们说的母本会长得一模一样 简单说它就是分身苗 就是自然界的分身苗 那人工的状况下 可能就是用交配 然后去切花梗的方式去做 不过在自然界中 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自然界的分身苗 这一颗呢是差一点点死掉 中间的牙点哭掉了死掉 从旁边长出三个侧牙出来 因为去年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以为它在这里看到的时候 觉得好可惜哦 因为这颗我记得很漂亮 差点死掉 就它中心烂牙 烂掉以后 没想到从旁边长新的侧牙出来以后 今年也是同样开的三梗以上 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漂亮程度非常的不错 就很有那种鲜艳的EQ的感觉 跟有些的个体不太一样 有些个体淡淡的 或是没有这么的鲜艳 像我这边的有几颗 也有是鲜艳型的个体 但是今年它等它开花还没开花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也是现在开的 那就是EQ去加上阿婆的交配个体 那我们称为中间蝴蝶兰 intermedia 中间蝴蝶兰现在也是开花季 因为虽然阿婆的开花是在春天 那EQ开花是在夏天 那交配以后呢 它就会开在这个季节 那这个呢 在野外有天然杂交种 就天然的个体 但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那但是人工的个体就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 就是人工交配下以后 我们也称为intermedia 但是其实是人工交配 它不是天然所产生的 那天然所产生的基本非常非常的稀有 就很少很少就对了 那它有两个特征 EQ跟阿嬷的特征 所以你看它花形是长这样子 其实你如果去看过阿嬷比利斯去交EQ 那又长不太一样 就我们上次有拍过 就我那边有一颗 就阿嬷去交 这个是阿婆去交的 那天然的交配品种 这颗比较红 选出来的个体 所以你看它 它的那个纯磅的地方特别的红 那它花形呢 就会介于阿婆跟EQ的中间 我们刚才看阿婆EQ的花是小小的 那它就介于它们两个中间 你会发现非常非常有趣 同样夏季 整个夏季几乎都可以开花 断断续续的花 不是一次同时开的那一种 好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不知道你的EQ有没有开呢 我们下次见 拜拜